好下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东北的雾霾天气 连日来罕见的雾霾天气袭击了东北地区 昨天黑龙江因为雾霾天气交通出行受到了严重影响 像哈尔滨的中小学呢也是临时下发了停课通知 今天早晨雾霾天气还在继续着 详细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哈尔滨市区采访的本台记者杨阳 杨阳你好 天亮你好 今天这个雾霾天气的影响和昨天相比有什么变化 还有就是中小学今天还停课吗 好的那首先说一下今天早晨我们最大的感受 今天起床啊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家里的窗户看见对面的建筑了 不再像昨天一样是白漫漫的一片了 那现在我们再做一个对比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依然是昨天我们连线的地点 也就是哈尔滨市的道理区的友谊路上 那昨天我站在这个位置啊 在前方不到200米的距离的这个信号灯呢 我们是完全看不到的 而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摄像机可以看到 现在信号灯正是一个红灯的指示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 那现在这样的天气我们得到的一个数据是这样的 今天早晨七点半的时候呢 海龙江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雾的这个红色预警 同时呢像大兴南部还有哈尔滨这样的城市呢 还伴有埋这样的天气 那这样的天气依然对哈尔滨城市的交通 包括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变化是 哈尔滨市的城市交通已经在恢复了 我们得到的这个最新的情况是 今天哈尔滨的这个所有的公交线路 已经可以正常的运行了 那但是呢这个黑龙江省多条高速 依然是在这个封闭当中 同时民航依然是正在航班 所有的航班在延误当中 但是铁路并未受到影响 那最大的一个依然保持的一个影响呢 也就是说今天哈尔滨市的中小学以及幼儿园 依然是停课一天 那只有高中可以这个正常的上课 那这样的这个持续的雾霾天气啊 很多人都在想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那昨天呢我们从这个黑龙江省环保厅 得到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是这样的 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第一点是这个 近来哈尔滨进入了整个城市的供暖期 那这样的供暖期呢 造成这个污染物集中的排放 也就是说这里是城市 我们看到污染物的排放 那我们知道城市 它的人口是比较集中的 正常城市的污染物排放 它的人口集中 它的温度比较高 那它会和市郊形成一个这样的 温度的这个空气的交换 那这样的这个第二个原因就出来了 现在呢正是这个秋收之后的季节 现在很多市郊的农民呢 进行结杆的燃烧 所以结杆的燃烧 加剧了市郊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它温度的上升呢 就阻碍了城市和市郊 这样的一个空气的循环 这样的循环不能正常的进行 就阻碍了这个城市 它的污染物的这样的一个扩散 那第三点呢就是气象的原因了 这几天啊哈尔滨的这个风力是很小的 所以它也不利于这个污染物的扩散 这三点主要原因造成了连续几天以来 这个雾霾天气的形成 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呢 现在哈尔滨市已经采取了应急预案 进行了专项的治理 那我们也期待着这样的雾霾天气 能够继续有所好转 天亮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杨阳 我们也提醒公众哈 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尽量减少出门 如果出门的话也要做好防护